这是最后一次上课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上课的所有之前的每一次的影片 都会在这边 1到7 那今天第八次也会放在这边 那影片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完整的影片 你只要点击过来 就可以看到有没有 按照顺序放 所以上个礼拜呢 总共呢 讲了九段影片 那当然呢 你也许啦 有些同学程度并不是很好 也许一下听不懂 没关系啦 我是建议啊 像这种东西 要一次完全听的 整个彻底了解 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没关系 你就讲 一边做 一边听 再做 再听 那其实慢慢你会发现 每一次听的感觉 就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你会越来越进入状况 那再来的话 你程式会越写越纯熟 像我刚刚写的程式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架构 只是稍微微幅的 针对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去调整一下 结果问题就出来了 有没有 程式也不多 那但是啦 我们这门课程 基本上还是属于入门的 OK 所以如果将来 你要处理更大量的资料的话 那后面当然还有更进阶的课程 OK 不可能说我们这八四上课 你听完之后 你就VBA就什么都懂的话 那当然你是 就很厉害 就天才了 OK 所以理论上 还是先把基础打好 所以我们讲过的东西 如果你都能够练手的话 其实已经足够了 你后面如果再衔接更进阶的这个范例 我想你会比较能够跟得上 OK 所以这一点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每一次上课的影片都在这里 理论上 应该会放个几个月应该都不会变动 不过几个月之后呢 我就不敢说是不是不会完全不会变动 OK 因为这个我讲过啦 这个只是说 我对各位 等于是希望你们真的学会 所以把影片录下 帮助各位真的可以学会 这个不是必要的 OK 这个不是上课必要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只是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好方法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呢 我另外有一个论坛 这个我的教学论坛 如果你们想要再学习更多的 其实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影片 包含就是说呢 我有时候会把之前上课的一些 影片也稍微整理一下 你们也可以针对这里面 稍微再稍微看一下 其实也大概逻辑差不多 我就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那你如果想要看这边有 这也是一样一段一段的影片 你可以针对呢 之前可能有学过或者学不清的部分 再重新听过 但有些可能不是在我们这边上课的 可能在别的地方上课 但是可能对象不太一样 说讲法也可能会有稍微的差异 那再来的话呢 上个礼拜我们最后就讲到那个 就是检视与参照 所以我们就再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 首先的话呢 第一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属单位这一个部分 有没有 逻辑很简单 就是这个人他的单位在哪里 那特别注意这个是跨工作表 也就是说呢 他的单位必须扫描一下 这个人他在哪里 在这里找到之后呢 就把他的第一列的同一栏的资料 帮我把这个区单位帮我调到哪里呢 调到这个地方来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我想第一个就是 我一定要怎么样 for I 就是把这所有的人先抓住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到 到这么多 50 for I等于第二到50 做什么呢 先把这个人 先抓住 高明明 做什么呢 去跟这个单位的 这个范围里面比对一下 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 把这个范围 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高明明这个人 从这边A2一直帮我比 A2 B2 C2 一直到哪里 到G的 他有些空白 到G栏的第八个 OK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有找到的话 有找到的话 告诉我 他的 这个同一栏 的第一列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所以他程式怎么写 所以特别是这一题 稍微 又比前面讲的 那个题目 稍微复杂一些些 那前面 当然我们第一个 会先用函数 有没有 想说你有哪些函数 可以用 不过理论上 用Vero函数是不OK的 用 Index配合Match 恐怕有很多问题 所以呢 以这一题来看 用内建的函数 应该是做不出来 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想了半天 几乎 即便可以 也是非常复杂 所以干脆怎么样 直接写VBA吧 所以很多地方 特别重要 很多工作上的问题 都是Excel函数 没办法帮你的 怎么办 直接写VBA吧 所以情况要有个认知 为什么我们这门课 一人就知道VBA 很多人就说 老师你就想函数就好了 讲公式 对不对 问题是 很多事情做不到 那做不到怎么办 那就卡住了 就接不下去 所以怎么办 你一定要有认知 因为未来的工作 这个资料的复杂度 会越来越高 所以跟各位讲 很多事情说真的 以前有内建的函数 是办不到 所以请你把什么VBA学好吧 OK 说真的 我自己是会开这门课 是因为我是过来了 那很多东西我觉得 就卡住了 做不下去 怎么办 自己变出来吧 所以这时候 其实第一个 要想到用VBA 可是说VBA要怎么写 怎么样把函数 再延伸到VBA 那这个问题 其实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其实VBA 又是另外一个范畴了 所以像我这门课的特色 尽量的 我们有一个step 我不要一下就跳到VBA 为什么一下跳VBA的话 很多人就举白起投降 为什么 这城市实在太复杂 所以当然我们一个step 不过说真的你要从函数再跳到VBA 真的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事情 所以请各位要认知 你是不一样的 因为之前用函数 你是应用人员 但是你现在你用VBA的话 你是开发人员 所以你的level是不同的 所以level不同的话 当然相对的 你的价值也不同 还有将来你的 可能如果你在职场上面 你的领的薪水应该也会 可以是不同的 因为有些学生 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能够得到一些心智上的调整 还有自信心应该也不一样 我觉得马上做出 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为什么要学VBA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如何做 只是说我尽量用什么 用比较可以理解的 而且前面讲过的东西 来叙述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两个按钮 按下去全部完成 一个按钮是清楚 这两个按钮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这个按钮一样 所以将来 如果你们要写什么功能的话 但按钮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做 但是你要有一个step 也许你将来可以的吗 把那个SOP写下来 step1 就怎么样呢 先切到什么呢 visual basic 有没有 1 2的话做什么呢 先把这个visual basic 先缩小 然后呢 2的话呢 请你在什么呢 在这个 模组里面 这个应该是这个 我们是所属单位查询 所属单位在这里 就这个 OK啊 不要不要找错了 那我先把这个模组先移除好了 假设我先又恢复到跟你们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 目前这个底下没有模组 另外一个是有 这个是没有模组 所以怎么办呢 1开启visual basic之后的话 请你在里面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因为我要写一个按钮 所以呢 请你在这边怎么样 写一个sub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打一个sub 通一格 那个东西要所属单位 你们按钮名称就叫所属单位 所以我这边sub名称也叫所属单位 Enter 好有没有 所以开启visual basic 插入模组 插入一个sub 好那再来的话呢 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把刚刚的逻辑讲一遍 for 有没有 i 等于 意思就是说 我要找的那些人在哪里呢 从第二列 到 第五十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这个回圈指的是什么 我要找的人 在哪一个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五十列 他做什么呢 就是要比对一下 比对跟什么比对呢 跟这边所属单位里面的所有范围的人做比对 所以特别注意哦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呢 接下来 我会多讲一个东西 前面没讲过的 叫for each for each for each呢 跟那个for有点关系 但差别的意思是说 for指的是你要找的列 是一个范围的位置 那for each的话呢 是一个范围哦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找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for each for each后面 请你加一个sell 这个sell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 for eachsell 就是每一个储存格in 后面in 在哪一个什么呢 在哪一个范围 所以后面的话呢 记得哦 那个范围的话 因为我们在这个各单位 这个人员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是跨工作表 所以这边可能要先打一个sheets 刮符 后面呢 当然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各单位人员的这个字串在这边 或者另外一个表达方法 干脆写1就好 1的话指的是 在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点的话 就是它的范围叫range 哪一个range呢 我刚刚有讲过 从A2到G第八列 有没有 然后 后双1号 后刮符 然后把它切过来 切过来这边 其实就这个范围 A2到G的第八列 OK 然后做什么呢 我把它切回来 有没有 所以for each 所以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把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先倒到sales 然后呢 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所以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接下来做什么呢 比对 如果呢 我现在先把这个高明明这个资料 这里面当然就是sales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第I列的A栏 里面的什么呢 把高明明先带过来 OK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sales OK 这个sales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这个范围的每一个 所以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这里面的资料 先丢一个过来 然后比一比比一比 里面会不会找到高明明 会 then 然后enter两下 一样打一个enter一副 那做什么呢 如果你比到之后的话 告诉我什么 因为我最后一定会找到 比如一直找到高明明 那我要找什么呢 其实要找它在哪个单位 帮我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放到这边来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sales 是I列的B栏 所以其实在它 所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改个B 等于什么呢 把那个 特别注意 把许则1里面找到的东西 许则1里面 找到的那个 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sales sales 刮壶 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就接了嘛 一定要是哪一列 一定要是第一列 所以我要找到的 不是 当然将来它找到应该是什么 趋2 所以但是我不是要趋2 我要趋1嘛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趋1 这个讯息写出来 特别注意 这边你可以找 直接把sales 后面加一个1就可以了 逗脸之后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sales sales指的是那个 找到的那个储存格 它的 在哪一栏里面 OK 哪一栏 特别注意 g嘛 所以 后面请你加个点的嘛 点column column 这个column指的是呢 它在哪一栏 它回来的话呢 会告诉你说 找到的 在这里 g 所以 它回来的话 告诉你说 在第6 第7 它会回来是一个数字 第7栏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 哪一栏找到之后的话 OK 就把这个找到的东西 放到哪里呢 放到高明明的后面这边 就是得到这个 B栏的结果 好 那程式就写完了 OK 特别注意哦 我再重点回顾一下 这个范围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高明明以下的每一个人 OK 所以第一个一定会抓什么 抓高明明放哪里放这里 那FORH指的是呢 前面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 所以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每一个呢 帮我通通都抓到这边来 帮我比对一下 那比对比对比对 找到了 它一定会怎么一个一个比比比 比完之后的话呢 找到了高明明 然后呢 只有帮我把什么 它的 找到了这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一列 的 第几栏 OK 特别说关键应该在这里 帮我把它带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就完成了 OK 好 那我们来跑一下 基本上这样写完之后 你把它执行 OK G单位 有没有 A单位 F单位 F单位 A就全部OK了 再来当然多一个清除的按钮比较简单 清除的话怎么写 前面好像又写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sab 到这个sab 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清除 清除 清除的话呢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就是什么 把那个B欄里面的资料清空就可以 所以其实呢 ForH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也不用逻辑判断 就是直接把那个sales的 I列不是A栏 是B栏里面的资料 然后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呢 很简单 就是两个双以后 这样就OK了 这个清除比较简单的 前面都写过 OK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做两个按钮 按下去 可以看一下 可以这样按过OK 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又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的 简视与参照 在简视与参照里面 我是放在那个 这个 所属单位查询的程式码这边 所以刚刚写的 这个程式就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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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